啊! 找到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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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大家好 我是金鈴 其實剛才拍了一段十分鐘的開幕 但我發現我原來是Zoom in了 好噁心 所以我又要重新拍過了 大家好!很久沒在韓國拍Vlog給大家看了 前幾天從香港回來之後 終於可以不用再回香港 專心剪片 還有繼續decorate回家 其實我家有很多地方都還沒弄好 現在只能見人的地方就是客廳 為了保持一些神秘感 我都不會帶大家去我家的房間 這個月突然有很多朋友來 一共應該有三組了 現在這幾天是比較終於可以一人清淨的辦事 前幾天剪片 也有不斷錄續買一些生活用品 今天我又要再出去買東西了 其實今晚也是會用來剪片的 但我就想著 終於很久沒跟大家一起出去買東西了 而我又剛好有興致化好妝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拍Vlog 第一件事我發現了非常神奇的東西 本身我買了一部電視回來 就不是只想看電視的 是想著我可以用來剪片 我本身就想著用HDMI線搏在電腦那裡 但我發現呢 幸好有巢同學提醒 我真是根不上科技的部分 原來這個世界已經不用用線去練去螢幕 就因為有Apple TV的存在 無論我手機還是這個螢幕 都可以用螢幕輸出 然後就飛到電視上了 剛好很開心的就是 就是巢同學他有兩部Apple TV 他就可以給他舊那部 但待會那部Apple TV的時候 就不小心reset了他 而他的問題就是 不見了remote的 上網是找了很多很多方法 是說如何不用remote 可以進入那個Apple TV 但是全部的方法 都是應該要至少選了language 之後setup了那部機 之後才可以不用remote的 所以最後呢 我也是要死死氣的出去 買回remote回來了 那今天第一件事就是去蘋果買remote 第二就是買一些飲品 想買一些首先是小小的 可以馬上拿出來打開喝的 一些就是可能買果汁 之前家裡經常有人送貨 有些師傅來組裝的東西 但我發現我家裡沒有一些 一支一支的東西 可以馬上拿出來送給別人喝的東西 所以經常就這樣送別人走 就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決定要買一些一支一支的東西 放在這裡 如果有些師傅上來做東西 那我也可以 另外就有一個廚房要用的儲物架 我的雪櫃和星盤中間有一個空洞的位置 本身我是用來放吸塵機和地拖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很不美觀 放在客廳那裡 所以我就放在儲物室裡面 那個位置 那個洞我就發現 立刻可以用來放一些 我剛剛洗完碗碟碟碟碟碟 就放在那個架裡 浪乾它 但是我量過的尺寸是要24x86 然後深度沒什麼所謂 一格一格一格 我想有三層就OK了 現在就跟我一起出發去買東西 gogogo 我想說現在韓國有很多紅葉了 我樓下很漂亮啊 來到這個世界杯競技場的Home Plus 喜歡來這個Home Plus 因為它除了有Home Plus之外 它旁邊還有CGV的電影院 上面有Daiso 還有Olivian等等 很齊全 所以我一向買東西 都是會來這個世界杯競技場的Home Plus 我蠻喜歡看一個column 是植物 最近我家不斷添置很多植物 我覺得這裡很划算 這些是真的 但是三千多瓣 外面買的這些小小的都要一萬瓣 現在首先去看果汁 來到Home Plus 順便說一下 我最喜歡早上吃的Toast 就是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它夠便宜 它是990瓣 但是平時這些是要二千多瓣 所以每次從香港回來 我都會買這個包 有蘋果汁 真的好一點 有好像豐富的水果 但我都應該會選這個 100%Apple 它還送了一個沙門 然後我就要買 哇 原來還有這個 有沒有人喝過 喝過可以告訴我 看別人喝的小小支 通常都是這些 但是如果真的沒有別人喝 放在這裡我喝不喝 本來我想過咖啡的 但是咖啡我怕我自己都會喝光 都是買咖啡啦 買完了 提提大家可以在這個 世界杯競技場1號出口 就會來到這個正門口 已經瞬間變了晚上了 因為剛才那件衣服 不舒服 回去換了衣服 現在就去Apple 如果來韓國要買Apple的東西 可以去哪裡買啊 沒錯 就是Fresh Bee 留意韓國沒有Apple Store Apple TV的雷尾 那是在店裡 我們在店裡 Apple TV的雷尾 你明白 謝謝 這裡是不買的 完全Apple TV在韓國是不買的 好生氣 好多了怎麼辦 我決定去Daiso 看一看收納架 我們現在去 建廠這個最多遊客的地方 因為受到韓國沒有Apple TV 這個消息的衝擊 一直走Daiso 我也是 剛才一直在想怎樣解決 其實最好的解決方法 跟阿巢說 不如去找阿巢的家 那個遙控器 不見了在哪裡 我真的很想找他出來 究竟阿巢同學什麼時候回歸呢 我之前買菜買完之後 掉進去 整個車底都是小蕃茄 幸好發現得早 嘩 還凹在我這裡 看到一間蘋果授權的一個店 叫A-Shop Shop 那我不如問問 這裡會不會有Apple TV 可能也是沒有的 再一次確認是沒有的 全韓國都沒有Apple TV這些東西 嘩 好開心 進來E-Mart這個炸珠裡面 我好像找到我想找的膠 因為我一定要窄一點才行 否則不能進入那個洞 完全是我想要的那種 讓我看看它的尺寸 我還沒寫到尺寸 我本來想找的質感是這種 不過這個也OK 完美 看到下面有寫 它是21cm 然後我現在買了拖板就可以了 最後決定買三個頭一米 因為我之前上網買過 它有一次插個電路 可能如果電壓太厲害 衝擊 就會突然爆炸 所以我覺得不可以在網上買那些 好像品質不良 在E-Mart買算了 今天終於順利買到最後兩件東西 希望待會在阿茶家 可以找到remote 這樣就解決了一天的煩惱 我真的沒想到今天的vlog 會拍到這麼晚都還沒完 我今天剪不到影片 好晚睡 現在在等到阿茶家 他還沒回來 但我很早已經到了 可能大家會對阿茶家很陌生 但其實上個月中秋節特輯 是有來過 他家拍了影片 只不過之後不見了hard disk 不見了中秋節的file 但現在又找到了 所以變了好像現在才第一次 正式出現在觀眾的眼前 我現在在他樓下的家 等著他的時候 就看到下面有一個 扔垃圾的地方 韓國其實每個地方 每個地區 都有用他們自己的垃圾膠袋 所以我看到他的垃圾膠袋 就覺得很陌生 我一向都是住在麻袍區 然後我突然想起 其實這樣分類也不錯 我不知道是用來計算排放量 還是怎樣 但其實我經常因為看偵探劇 我就會覺得 如果分了不同地方的垃圾膠袋 那我如果要找回那個地方的垃圾 即是要搜證的時候 那就很方便 雖然一個洞裡面的垃圾 但是至少可以分區 我突然想到這個破案的方法 是黑色還是銀色 直的 銀色的 為什麼進去了 到大了 阿巢的家 我要開始找一下這一堆東西 嗨 沒想過這個VLOG裡面會出現MARTY 我都IPUTUX 喂MARTY你先出來 喂喂喂喂 喂喂 喂MARTY MARTY 我被MARTY搞到我那樣 怎麼了 回來了 你又亂進去 關門啊這樣MARTY 沙門啊 他對於沙門沒有反應 他對於沙門沒有反應 哇他捐到他的櫃後面 哇他捐到他的櫃後面 真的嗎? 是啊 他可以找到那個洞 他可以出來 為什麼你會捐到那個洞 超小顆啊 剛才記錄不到這個Dramatic moment 查同學找到了 找不到 然後找這個 哇很多東西都找出來 原來東西不找真的不知道 然後就 啊找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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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全韓國都好 現在就試試看 看能不能用到 好感動啊 而且呢 畫面就是不斷說 Welcome to Apple TV 選什麼語言 今天的vlog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 甚麼你想干不斷說 沒事 做得到 我們下支影片 本期是 就這一次 我們下支影片 等等 您行 你